陳總經理,以及我們參與 今天高雄三天蔡經理的在 這個是我們一個大事 我們高雄車班跟我們車勤部的高雄分部 我們講乘務車勤,這個是我們鐵路的第一線 我們這個地方務必要讓同仁進來以後 能夠有一個比較窄心的感覺 我想說今天很高興 我印象中,我當歷事長的時候 處長是已經當車班主任了嗎? 我的印象裡面在那個中年 我應該是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對對對 我們魚車廠接車班主任的時候 我已經到高雄港當負責任了 那時候已經到高雄港當負責任了 那我為什麼是還不到一年我就寫報告 我不要當列車長 因為我那時候 那時候離開不怎麼守規矩 所以我常常開他的電報 還有列車長說 趕快要離開這個列車長的工作 可是我事後想起來 其實讓我這個 第一個工作就是列車長 雖然我前面已經練電機的時候 在中華電信系房實習了三個月 但是我一直覺得我第一份工作 是回到我們台鐵 和列車長的工作 然後那個列車長的工作 其實跟這個 一般的這個工作不太一樣 其實是 它是一個team 它必須要跟基班 跟我們的這個參與 一起合作 所以 列車長的工作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而且我們的列車長 常在對外的時候講 我們的列車長要懂技術 不是一般的列車長 所以 今天這個新的地方開始 我想說 高雄車班 跟車警的高雄分部 在這邊 所以我也拜託 我們的這個 操作車站 一定要由我們的 餐體的服務 跟後所 對外租賃 要早點到位 讓我們在這邊 這個同仁 在操作車站的 這個生活機能 由我們的操作車站 來做第一步 好 所以我想說 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 在這邊 非常重要的 這個西部幹線的十八站 也是未來 南回的十八站 好 那動力圓化以後 那這個部分 就越來越重要 好 我想 非常謝謝 我們這個 在各位 主任經理的 代理之下 讓我們的車班 跟車型的工作 這個 真正日上 而且 夠服務到位 也 祝福新的大樓 給大家一個新的希望 一定 可以做得更好 也謝謝 利用這個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 祝大家生理健康 辦事能力 謝謝 我們主力 有沒有什麼 想祝福的話